大家好 我叫向杨芳 今年29岁 来自法国巴黎 我想问一下 您名字的第三个字是哪个字 向杨芳 杨芳启航的杨芳 芳 芳传的芳 对 波安芳 波安芳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 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利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真的高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可以在一起 在旅游中经历意外 好 意外 我们好好说 你喜欢什么样的意外 经历一些惊奇 比如说我们不可以体现知道 当时天气会是怎么样 或许当天会下雨 可是突然之间晴空万里 我们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意外 晴空万里叫意外 他说的是小意外 对 小意外 不包括泥石流 飓风 地震这些东西 19号 男嘉宾好 我是陈丹磊 今年25岁 即将毕业于法国马赛大学国际贸易专业 我觉得旅行当中遇到一点小意外 是考验两个情侣感情默契 以及日后能否长久的一个非常好的见证 是的 如果我确定跟这个人进入到一段婚姻中的话 我会想跟他一起去跟着车队图穿撒哈拉沙漠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完成这段旅行的话 我就愿意跟他结婚 你可以接受这样子比较狂狂的想法吗 其实我非常希望经历这种旅行 穿越撒哈拉沙漠 穿过来了是一个故事 没穿过来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2号 大家好 我是2号罗欣怡 来自广西桂林 我现在在巴黎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会计工作 我这一次来南京就经历了一个小意外 我因为在科项吃太多东西 导致当晚就急诊去了医院 男嘉宾遇到过这种小意外吗 比如说我这次回中国的时候 我从北京飞南京就错过了半季 因为有下大雪延误了 不过我完全不慌张 因为可以改签 你在科项吃了什么 把肚子吃坏了 我基本上科项那边几十家店 我都买了东西都吃了 科项现在是南京一个吃小吃 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 建议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吃一吃 不要吃那么多 4号 大家好 我叫吴琼 今年27岁 目前在巴黎的一家奢侈品电商平台工作 我想要说我还挺有这种意外的 因为我平时非常喜欢旅游 然后每次旅游都会碰到一点小意外 就例如我之前在鸡州岛 想要去Hello Kitty的那种博物馆 然后等车的时候就碰到了 有这种当地的农民在卖橘子 我想买一个一斤两斤的橘子 然后他说 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家 回到我们的那个农田里面 直接采摘 然后我就去了 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比去Hello Kitty博物馆 还要更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就意外 它也可以变成一个惊喜 你的第二个诉求 我不希望对方让我一个人去买菜 因为如果一个人去的话 会把买菜变成一个任务 如果是两个人去的话 可以体验逛超市买菜这种小确幸 14号 各位老师好 我叫王景 今年34岁 然后我是上海人 目前在巴黎的美妆行业 做创意营销经理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的那一半他很忙 他没有时间陪你去买菜 你不得不一个人去买菜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 我们可以在晚上定 在晚上定 在什么 在往上定 不是在晚上定 我一听晚上也有菜卖 快